吴尼南 米米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2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新闻一开始 带你来看到去年0918地震灾害 导致花莲县南区多座的桥梁损坏或是倒塌 那么各项灾后附建工程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其中花七八香到 伦天大桥就在12月27号的上午举行 重建附建工程祈福动土典礼 那么卓西厢以及复离在地的居民都到场来关心工程的进度 也都表示非常期待这座桥的通车到来 去年0918地震灾害导致花莲县南区多座桥梁损坏或倒塌 各项的灾后附建工程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其中花七八香到的伦天大桥就在12月的27号上午举行 重建的复建工程祈福动土典礼 开工动土大齐大力 华联县长以及复离乡长卓西厢公所秘书 县议员卓西厢以及复离乡的乡民代表也都到场关里 县长表示未来的轮天大桥会很不一样 不止更宽也更加的稳固 我们现在动工以后我们就要开始算日子了 算到明年年底看看是不是可以如此如此赶快完成 让我们可以赶快来这个从这里走到我们的这个轮天 我们终于动工就期待明年能够如期的完工 卓西以及复离在地居民也都到场关心重建工程的进度 也都表示很期待完工通车的到来 这个轮天大桥可以说是我们花旗五线古风村这边重要的一个道路 比如说我们的国中国小以及我们的老人家 要往复离要往池上往东族这边要购买东西 或者是要加油的任何的所有的农作物的一些买卖的一些汽油 什么的都非常的重要 在这边跟所有乡亲报告在两年之后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全新风貌安全的一座桥梁 会在我们复离乡跟卓西乡之间的串起一个安全的一个桥梁 工程项目同样包含桥面排水引道以及平面道路的排水 积电照明还有便道维护等等 全桥采用减枝梁结构配置 有利灾害尽速完成维修的作业 另外也针对花东纵谷断层的特性 采双柱桥墩抵抗南北向地震的错动 我们轮天大桥旁边就是一个池上断层 池上断层所以说我们用减枝两立的这样的结构 可以有序后立的一个灾后的一个维修 花七八香到轮天大桥的部分 重建经费是2.66亿元 重建之后桥梁长度大约430公尺 引道144公尺 平面道路171公尺 宽度9公尺 公旗720个日列天 预计在113年的1月31号开工 居民都期待通车的那一天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